桑冬队的双教练在被打脸 徐长所弃用了高诗言 导致了27分的场败 龚鲁明他也要下课了吗 提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查一下点赞 咱们共同跟大家分析到 作为桑冬队 现在的总体阵容来看 可以说本个赛季 打得非常的不尽人意的 桑冬队面对浙江队的比赛当中 最终输掉的比分更是非常的尴尬 整整输了27分的数据 桑冬队怎么说 上个赛季都是作为CPA的四强战队 能够在龚小兵的率领之下 打进了四强 那么本个赛季 为何在常规赛当中 输给了浙江队这么多的比分 那完全是说不过去 因为桑冬队过去的比赛当中 怎么说都是具备冠军的争夺战队 这个实力更荣誉的 那么直到如今 在徐长所主教练的率领之下 为何会这么尴尬呢 并且呢除了徐长所以外 另外呢还有龚鲁明 他也是受到了很大的质疑的 徐长所跟龚鲁明两人 那真的是被狠狠打脸了 本次比赛呢 场败输给了浙江战队27分 可以说引发了很大的争议的 徐长所也好 龚鲁明也好 接下来都有可能会面临着下课的风险的 尤其是徐长所 徐长所呢 他在本次的比赛依旧是弃用了高斯妍 没有去重用高斯妍这名选手 这对高斯妍来说是很大打击的 并且对于桑冬队来说 也白白浪费了用人的安排名额了 这就使得原本桑冬队呢 其实在本个赛季 要说总体的阵容呢 还是具备很强悍的实力 然而徐长所主教练并不懂得怎么去安排 怎么去布置 使得面对浙江队的比赛呢 遭遇到了如此尴尬的场败 毕竟呢 在总体的发挥当中 桑冬队多名核心的主力呢 还是拿出了非常强悍的发挥的 包括了涛汉林 涛汉林可以说呢 在球场上拿到了17分 外加上了14个篮榜球了 他在球场上的效率值 一直都保持得非常高 另外还有吉伦沃特 吉伦沃特呢 作为桑冬队的核心大外援 其实在本个赛季嘛 拥有着吉伦沃特 他在球场上的得分效率值 跟得分的防守能力 都是具备很强悍的实力的 他在球场上呢 轰出了21分的数据 外加6个篮榜球 另外呢 还包括了哈德森 他也拿到了17分 还有呢 陈培东 他也拿到了13分的数据 桑冬队呢 你要说总体的阵容 双外援也好 还有本土的球员也好 大家都是打得很拼 打得很积极 很认真的 只不过呢 桑冬队在如此拼搏 如此认真的情况下呢 依旧没有把握好 依旧没有能够打得非常的精彩 这就是桑冬队 命令着最大的一个困境了 那就是主教练的问题了 主教练徐场所呢 在球场上 高思妍怎么说 都是作为上个赛季 冲进四强 击败新疆队的核心主力啊 并且高思妍呢 还是作为狼狼队伍当中 商人狼球的核心主力 那么徐场所为何要弃用高思妍呢 这很明显的是很大的一个失误嘛 另外呢 还有龚鲁明 那么其中呢 两人作为教练组的重要成员啊 在球场上的战术安排 用人布置呢 使得原本桑冬队是有很大机会 本个赛季给翻旁了 但是呢 打到了现在 排位呢 跌出了前十名 跌到了第十一名的位置 那真的是 白白浪费了很多的机会 浪费了如此多的核心主力啊 尤其是高思妍 他没有能够上场打比赛 更是非常的尴尬 非常的失落的 毕竟呢 这也会影响到高思妍 他的职业生涯发展了 所以说呢 对于龚鲁明也好 对于学长所也好 众人呢 就纷纷呼吁到啊 那么两名教练组的主要成员呢 是不是应该进行更换了 特别是龚小兵 他在过往能够带队冲进季后赛的思想 那么大家都在呼唤着龚小兵啊 他的重磅归来 那么希望桑东队还有桑东高速方面呢 可以把龚小兵主教练重新召回到队伍当中 让龚小兵去带队 才具备争夺冠军的实力 才能稳稳的拿到连胜的成绩 冲进季后赛的思想 乃至冲击总冠军 那么大家认为呢 现在桑东队的场败到底要怪谁 到底要不要把龚小兵给重新召回来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以后呢 就给咱们的视频参加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的认同 咱们下期呢 继续分析抗讨 下期 咱们下期 咱们下期